北市民生東路的海鎮私房菜 是航空界的愛店 捲入染疫風暴之後 暫停營業到星期五 但現在可怕的是 傳出當天參緒 除了確診的華航機師之外 也有新宇航空的機師 疫情風暴危機 可能擴急到其他公司 讓整個航空圈風聲鶴唳 吃飯的時候 我們是要把口罩脫下來的 桌子餐不是是你做你一個人 可能還有做其他的人 但是這個距離就會比較近 那時候真的是沒辦法保持 社交安全距離的 對此星宇航空回應 這名機師在4月29號晚上用餐之後 並沒有進公司上班 也沒有直飛任何的航班 目前居家隔離當中 爆發史上最大群聚感染風暴 專家認為是施打疫苗 順序的錯誤所造成 衛副部長陳時中說 如果對疫苗接種的順序有意見 為何不早點講 桃園機師職業公會則回應 曾經發文民航局及指揮中心 提出機組人員優先施打的需求 但仍然沒有被列入首波施打 早就反映了才不是馬後炮 現在指揮中心急捕破網 傳出機組員的檢疫天數 將變成5天 影響到的除了是 我們個人的生活品質以外 還會有公司排班的問題 就是你的人力會減少很多 那這個公司排班 還能夠繼續的營運下去 這個都是問題 專家認為重點不在 拘檢天數而是施打疫苗 但針對拘檢措施 恐怕又會趨於嚴格 對於航空公司來說 營運派飛得再做調整 對機組人員而言 也是將再一次的身心壓力 記者陳旋敗王一眾 台北報導